那这个就是绝对值啦 那有些人呢,就说 既然是这样,我不如把这个符号直接拔出来 即是直接踢走这个符号,这样行不行呢? 这个符号,直接踢走这个符号行不行呢? 那答案是不行的,那为什么呢? 那当然,我现在写给你看一个实数 那你一看,就知道这个是大过0,还是小过0 那一个不注意,你看到的是一个未知数 那你是不是跪下来呢? 那如果真的测验的人看到X的人 那要怎样做呢? 那我们就要分情况的 就要分三种情况 如果X大过0 X等于0 X小过0的人,那怎样做? 如果X大过0 那就是X在这个范围 例如X等于3 X等于3 那3,它跟0的距离就是3 那所以 绝对值 绝对值 X 就是等于3 那刚刚说过 如果0 的绝对值 那现在说明X等于0 那就是0的绝对值是什么呢? 那X等于 X的绝对值 就等于0 那就是0 OK 那今次呢 X小过0 例如X 又是-4 那X小过0 那X是-任何数都可以 那-4 那今次 你知道 你明知道X 是小过0 小过0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 X的绝对值 就会等于 用回我们 之前学过的expression 一个符号 把绝对值 变成一个括号 然后 然后 将 这一个X 抄回去 按X 那- 那- X 就等于- X 那例如X是-4 那我们知道-4 的绝对值 就是4 那就刚刚好 X本身是负数的话 负负就会得正 那 在这个案子 如果X等于4的话 那它的距离 和0的距离 就是4 那就是X 那这个应该都是X sorry 我这个是用例子 那但是 X的绝对值 如果是正数的话 X也是等于X correction 是的 X的绝对值等于X 当X大过0的人 X的绝对值等于X 当X等于0的人 X的绝对值等于0 当X小过0的人 X的绝对值等于-X 那这个就是绝对值了